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第十一节 大小周期双频率策略剖析 我是陆坚 所谓的大小周期双频率 就是说我们用两个周期分别加载到不同的图表上 然后我们的策略同时对两个周期的行情数据进行运算和判断 最后形成我们一个策略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叫多周期控证 通过多周期控证来构建我们的策略 那么它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 这个策略是我开发的众多策略其中的一个 也是完全可以进行施盘的一个策略 无论是从它的示范的效果也好 从它的回撤结果也好 都是比较不错的 同时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期 在这个策略当中用的是周线和预线 因为它是用的比较长的一个周期 所以说各项交易成本 行情那些小的噪音对它影响都不大 所以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策略 那我们这个策略的主要思路是什么呢 我先来解释一下策略思路 我们只讲做多的这种情况 做空的情况 开空的情况 因为它就是完全相反 所以就不会在这里再讲 我们讲它怎么开多 怎么拼多 那么怎么开多呢 就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周线的MACD上升 周线MACD在上升 第二个条件呢 日线的短均线上升长均线 就是日线的短期均线上升往上穿越 长期均线 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金叉 当这两个条件满足的时候 手上又没有仓位的话 那就开多 那就开多 那么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开仓条件是什么 是握着all 就是 是这块 就是周线MACD在上升 但这个时候呢 短均线呢 已经在长均线之上 短期均线已经在长期均线以上 所以它就并不满足上面所说的 这个产生金叉的这个条件 因为它已经过了金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满足另外一个条件呢 也可以开多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今天的日线突破了前一天的高点 当今天的日线突破了前一天的高点 那么我也可以开多 所以说这两个大的条件满足任意一个的话 我都可以开多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看看什么时候平多 怎么要把这个仓位 如果平掉是什么时候呢 第一个是日线短均线下穿长均线 这个很容易理解 就是我们所说的时差 经常所说的时差 短期均线下穿长期均线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平多 这个时候 不管你是在盈利也好 这时候你在福亏也好 是在福音也好 我只要出现这种情况 我全部都平多 那么他还有一个例外情况是什么呢 例外情况就是说 当他开仓以后 他的最大盈利大于了一二 他的最大盈利最大于了一二 这个一二是哪里来的呢 开仓以后的直升位叫一二 就一个二 二就相当于risk 就是我有最大的一个risk 最大的risk就是相当于一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大 我这里的直升位 如果说开仓以后呢 最大的盈利曾经大于了我的一二的时候 我就把它记住 然后呢 行情继续往前走 往前走 然后呢 收盘价呢 我又低于了开仓价 就是说行情大于一二以后 过了一阵子呢 收盘价 就是我的价格呢 我的行情价格呢 又低于了开仓价 也就是说我的这一手持商呢 从盈利一二 又变成了不盈利 也就是和开仓价持平 或者低于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平多 这里沙沙有点沙沙有点费脑筋 就是说第一个很容易 平多很容易 第一个如果说出现时差 平多 这个简单 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我的服务盈 曾经达到了一二以后呢 我的止损位从 止损位价格 原来的止损位价格 提高到了我的开仓价 这么讲可能比较好理解 当我的最大服务盈 大于一二以后 我的止损位从初始的止损位 提高到了开仓价格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的平仓的条件 如果说他后面一直往上走 没有再回到我们开仓价 那我们就一直持着肠 肠尾不会动 直到他出现时差为止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路 开仓 开仓和平仓的思路 这个是平仓 这个是开 这简单 简单的回顾一下 开仓 开仓就是出现周线 就是大周期 我们所说的大周期要上升 MACD要上升 短周期 也就是我们日线的短期均线 要上传长期均线 出现一个经差 开拓 或者说呢 周线MACD上升 短期均线在长期均线之上 然后呢 今天的日线呢 又突破了前一天的高点 这个情况显然会开拓 那平多就是说 出现时差 日线出现时差 平多 或者说呢 当我们的最大福音 已经超过了一二以后 把止损位 从初始的止损位 提高到开仓 开仓价格 这两个就是我们的 平多的一个条件 那么 在TB当中 它的这个多舱 多周期到底怎么来实现呢 因为在TB当中 它一个图表上 它只能加载 同一个周期的数据 它不能加载说 我又是日线 又是周线 可是没法加载 那么 要实现这个呢 我用的是数据库读写的方法 就是在一个图表当中 我就加载了 一个图表当中 我加载了 我们看一下图表好 比如说这个图表 在右边的图表当中 我加载了周线的数据 然后呢 我通过我的一个指标 把这个周线的数据呢 写到了一个数据库里面 然后在左边这个图表呢 是加载了日线的数据 然后呢 我通过一个指标 或者策略呢 去数据库里面 读取右边图表 所写进去的那个数据 从而在日线的这个图表上呢 能读到周线的数据 这是我使用的办法 那么在 在TP当中 还有更好的方法 来实现这种多周期的 读写 或者多周期的调用 这个大家可以去查阅 其他相关的资料 那么这个是目前我用的方法 在今天这个策略当中呢 也将介绍这个方法 也是目前我认为是 比较好用的一个方法 那么在这当中的关键呢 它是用到了两个函数 两个TB的 内置的函数 一个叫 SetTBProfileStream SetTBProfileStream 那么这个函数呢 负责把数据呢 写入数据库 然后第二个数据呢 第二个函数呢 叫GetTBProfileStream 这个函数负责去读取 前面写入的那个相关数据啊 好那我们详细来解释一下 这个SetTBProfileStream呢 后面它跟了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叫Symbol 我们这里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品种 第二个呢 关键词 关键词 在我们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把它设置成为日期 是哪一天的日期 第三个参数呢 我们就把它设为设置成的一个具体的数值 你要写进去给后面 后面程序来调用的一个数据 在我们这个例子当中呢 就是周线的MACD的数据 周线MACD的数据 好 在实际运用当中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 SetTBProfileStream 然后第一个参数呢 传入的是什么呢 传入的是品种 合约 那比如说这里就是交叹1905合约 把它传进去 然后第二个呢 是关键词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日期 那我们就写的是 就是2018年11月12号 这就变成了第二个关键词 那第三个呢 就是在这一天的MACD的数字 那就1925.5 比如说1925.5 把这个数字呢 就传到数据库里面去了 那么让我们理解起来 就是说用这个函数 把这一单话就写到了数据库里面 就是说交叹1905合约 在2019年11月12号 它的MACD数字在1925.5 把这个写进去 好 再看我们第二个函数 就是怎么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的这个函数呢 它后面跟了两个参数 一个是single就是我们的品种 第二个呢 关键词 对不对 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我去通过这个 我去找到相关这个品种 和这个相应日期的那一个数字是多少 就用这句话去找 对吧 那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 gettbprofilestring 然后呢 这里就是说交叹1905 然后呢 20181112 这个就起 就是去找到交叹1905 20181112 所对应的那个数字 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 就是1925.5 就通过这句话 就去把那个1925.5去拿到 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这个去找 实际上是找到 第一个满足这个交叹和1905 或者和20181112 这一个数据 如果在那个数据库当中 有多条记录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它会读第一条 它就是读第一条 所以这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两个用来 就是我们这两个用来 实现大小周期 数据读写的两个函数 好 那我们往下看 那我们往下看 在我们的例子当中 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这个 我们的策略代码 代码看它是怎么来使用 刚才那两条数据 刚才两个函数 我们来实现数据库的读写 那么在这里 刚才也简单介绍了 我们将会使用是 两个图表 然后一个负责写入 一个负责读出 那么在写入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来讲 前面有一些参数传入 那么这些变量 有一些变量传入 那么这些呢 都是固定的一个变量 没什么参数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计算MACD的三个参数 标准参数 都是一个5 这个只要大家熟悉MACD的话 都知道 还不讲 除了这个就其他没有参数了 就没有任何可以变化的参数 没有了 那么关键呢 是在这四条一句 那前面我们看 简单的 就这一段呢 是计算MACD的值 计算MACD的值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就是画出MACD的值 这边这几句 这五句话 全部都是画出MACD的值 没问题 最关键就是这四句 这四句话 实际上就把我们刚才说 将映的周线的MACD的数字呢 写入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当中 第一个呢 就是构造一个关键词的一个支付串 就是我们要把它日期呢 要把当天的日期呢 把它转化成这个形式 8位的日期的一个格式 那么这个就用它的支付串操作 而语句和函数呢 把它来转化 这个简单 那么然后呢 就把这个得到的支付串呢 给这个关键词 那么这个我们要传的数字呢 就是说把前面的算出来的MACD的数字呢 把它转一个类型 变成一个文字形 然后呢 放到这个得到这个关键词 然后STR value呢 得到这个MACD的值 然后呢 最后用这句setTB profileStream 把它写入相应的数据库 这个关键词 那么在这里呢 只是Symbol 没有用 没有写一个具体的合约的名称 或者平均的名称 道理是什么呢 道理就是说 这个策略或者说指标 这个指标 加载到哪一个图表上面 那么这个Symbol 就会直接读取那个图表的 平均的信息 合约的信息 就会替换在这里 所以我们不用写某一个具体的指标 就写个Symbol 它就会写这个图表 来把它读出来 再加进去 所以说这个策略 就这个指标 我们解释了一下 这个指标就是 这个读取 写入 这个指标就是写入 MACD 周线MACD 数据到数据库的 这么一个指标 那么在另外一个指标 或者叫策略 那个应该叫策略 因为当中会有交易信号的产生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策略 另外一个策略 它会 去读取它 然后做一些判断 然后做交易 对吧 好 那我们看看具体的这个策略 就是一些主示不看 然后好 这里就是开始我们的 这个参数部分 参数这两个参数实际上是 可用可不用 但是我一般写的策略都会用 这是干嘛用的呢 一个叫DoSale 一个叫DoBuy 对吧 就是一个要卖 一个要买 对吧 那么这个是为了我自己在调试策略的时候好用 就当它两个都是为真的话 都为True的话 那么我就 就是做多也做空 也做对吧 做多也做 做空也做 当我如果说DoBuy 等于True的时候 但DoSale的时候等于Force的时候 那我只做多不做空 那反过来一样的 我只做空 如果这个是True的话 我就只做空 这个为Force的话 我就不做多 这两个变量就在后面 会来决定说我这个策略是多空多做 还是只多做多 或者只多只做空 为了我的调试方便 同时呢 我可以看出说 它在做多和做空 它的它的这个效果上面 有没有什么巨大的区别 来做策略的评估 也是很好用的 就一般都会在策略里面 都会加上这两个 来做一些策略的调试 那后面这两个呢 就是很简单的 第一个就两个参数 也很简单的 第一个呢 就是是一个Tr的一个长度 我们这里所用的是20天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分配给每一次交易的一个保证金的金额 这个就是我每一次分配给这个交易的保证金的金额 这里是一半 就是这个默认它就是一半 就是不超过一半 就这两个参数可以传入的 那这下面呢 这两个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前面是说到的 长期均线和短期均线的一个填数 这个是固定的 都不变 每一个就是所有的品种上 加载上去以后呢 这个这个是都是不变的 所以呢 就是一个是长的 一个是短的 然后呢 再接下来呢 是这一部分都是变量 这个就是变量明暗 都是不需要 都是不需要 没有用 不是没有用 就是后面程序会用到 但是呢 我们这里都不用解释 就是给后面做一些变码当中的 好 然后呢 是要 关键的是 这四条 就是这四条 就是这四条是干嘛用的呢 这四条 它是用来调用 就是读出我们前面 写入数据库当中的内容 就是通过这四句话来读 这么第一个呢 就是构建一个日期的一个变量 把它构建成这个数字 然后呢 后面两个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这个星期的第一天的日期 这里要稍稍解释一下 就是说当我们你想想看 大家在脑子里想一想当我们在周线上面得到了一个MACD数字 它是是以每一周的结束 我们就是星期五 每周的星期五结束的那一天的收盘价 作为最后的MACD计算的一个价格 对不对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在周线的MACD上得到的每一个点的位置 每一个点的MACD的这个数字 实际上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这一段时间当中的收盘价所计算出来的一个MACD数字 那么假设今天是星期三 我们的日线图表要去读周线的MACD数字的时候 它应该是去读哪一个数字呢 它应该实际上它应该是读的去上周五的收盘价所形成的MACD数字 对不对 如果你去读 没有去读了上周星期五的那个数字 反而是读了比如说你今天星期三的收盘价所形成的MACD数字的话 那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有一堂课曾经讲过的未来函数的那个错误 是吧 因为你今天还在到星期三 你今天的价格并不是这一周的收盘价 假设这一周到星期五的时候 这个价格有比较剧烈的变化的话 那你今天的星期三的价格算出来的MACD 跟星期五收盘以后的收盘价算出来的MACD 它的相差就会很大 那么你今天算出来的也许符合你的开上条件 你开上了 但是到星期五 结束以后你发现这个信号消失了 因为那时候的MACD算出来已经不符合你的开上条件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未来函数的错误 我们都是要避免的 所以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说 它是在算出这个关键词以后 然后它要去找出星期一是哪一天等等 去找到上个星期的那个MACD数据 实际上是这个作用 然后这个找到了以后 就用这个函数就用这个函数就是gettbprofilestream 对吧 就用这个取数据库里面拿到了相应的品种和日期所对应的MACD数值 然后把它辅到这里面来 就这四句话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那么在下面这一部分实际上这一部分 这两个就是算了一个长期均线和短期均线的两个计算 然后在这一条实际上是算出了一个ATRValue ATRValue是什么 ATRValue就是说是叫真实波动幅度 平均真实波动幅度 平均真实波动幅度 然后它算出了过去这个是20 过去20天的价格的平均真实波动幅度 然后加上了两倍的标准差 这里standard division 是它的标准差 两倍的标准差 是什么东西呢 两倍的标准差呢 就是过去20天的平均真实波动幅度的标准差 这个就是计算了这一条 那么这个数字计算出来干嘛用来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初始的止损位 这个数字就是我们止损 不是止损位 止损幅度 这是我们初始的止损幅度 因为根据同计学上面来讲的话 数学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个价格变化服务从一个震态分布的话 当我们使用这个平均价格加上两倍的这个标准差的话 那么它应该涵盖了95%的这些变化 对吧 都应该涵盖在里面 当然这个是不是87%还是95% 有点忘了 不是87%就叫生 那么就是说 在过去的用过去20天的平均真实波动幅度呢 我可以来预测说 在接下来呢 这个价格变化幅度的一个概率 这个概率 当然这个它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前提条件是说我们的这个价格变化是无从一个震态分布 但是呢 事实上我们价格变化不是一个震态分布 这当中会无差 但是呢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大致的股从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我的在策略当中所使用的止损幅度 那么在接下来呢 在接下来呢 就是这里是用说 就是说用这两个比较 这个MACD周 星期周周的MACD的数值比较 来看它现在是在上升还是下降 如果说上升 那我就把这个全局变量 这个叫全局变量 我把这个全局变量设为1 如果下降 我把这个全局变量设为-1 就是那么这一句 OK 然后呢 这下面这句话是用来做手术 计算我们的手术 就是开仓到底是要开多少手 那么这就刚才记得前面讲了 这个是分配给每一手每次交易的保证金 这个保证金来除以 我们相应的这个比例 这个相应的这个可以保证金率 乘以它的合约价值 来算出出我这一手保证金 我可以开几手仓位 对吧 就这句话就算出我这一万块钱的保证金 我可以开几手 有的比如说罗文刚 罗文刚最近加个比如说是2000多一手的话 那我一万除以2000多我大概可以开到四手到五手 对吧四手左右 那如果说比如说交叹 那它一手的保证金就不止一万块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取一 有一个max就取一 就是最少我开商是一手 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开仓的一个部分 到底怎么开仓 那这个条件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在PPT里面看到的 这个满足第一个条件 就如果说我手上仓位为零 没有磁仓 同时呢 我这个周线MACD又再往上上升 同时呢 我这两句表示一个均差 就是同时呢 我又在日线的这个均线出现了均差 对不对 出现了均差 同时呢我Dubai又是为真 也就是说我又要开允许开多 那这几个条件全部满足的时候 我就开仓了 我就在下一个周期的开仓价 我就开仓了 在下一个周期的开仓价我就开仓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开仓以后呢 我这里要强调一下就是这里做比较的时候用了前两个周期的均线数值 这里使用了前一个周期的均线数值 这么做的 而不是用当前的均线的一个数值 而不是用当前的均线数值 这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说要避免未来函数 如果说我这当中用了这里都是改成一 就是一个周期之前的 这里把这个一都去掉 就是当前周期的做比较的话 很容易会产生未来函数 那做出来的策略是有问题的 这里要强调一下 好 那么然后呢 这个开仓了以后呢 我这里又给一些全局变量的给了一些负值 给他们一些负值 这些负值呢 是在后面会要用到的 包括他买入的时候的价位 买入了手术 那这个标志呢 这个标志是来判断说 他的浮云有没有超过12这个标志 对吧 那么在因为后面会要做判断 这里先要把它做清零 好 这个这是一些全局变量的负值 后面都会要用到 那么再下面呢 就是说另外一个开拓的条件 另外一个开拓条件 就是说如果说我的手上仓位为0 没有仓位 同时呢 又是这个MAC周期MACD往上升 同时呢 目前的这个均线的短均线 又在长均线之上 同时呢 今天的高价呢 又突破了昨天的最高价 同时呢 我也开始允许做多的话 那我就要去去败 那么正因为在这里 我们没有用两个周期之前 或者用一个周期之前 我们用的当前周期的价格 所以我们在开仓价的时候 必须这里要求出它的最大值 今天开盘价格和后面 我要开仓的那个价格 哪一个更大 用大的那个来开仓 这样来避免偷价格 这也是我们说的 要一些小细节 要注意的小细节 那么后面就是一样了 就是开仓以后把用全局比较记下来的一些 我们后面会要用到的一些数字 把它记下来了 好 到这里为止 就是我们的开仓已经做完了 那再接下来呢 就是两个我们会做平仓 我们什么时候会做平仓 什么时候会做平仓 好 那么就这里能够看到 就如果说我有多单 在手上的话 然后又出现了四叉 然后我就平仓 这就很简单 那么出场条件二 就是说如果我有多单 然后这个条件满足 就说明说 我曾经福音大于一二 曾经达到过了 曾经达到过了 达到过了以后 只要达到过了以后 这个价值 就是我们的开仓价 就变成了我的止损位 一旦我的最低价 比我的止损位要低 同时又不在当天 我们当天不平仓 这是另外一个规定 就当天不平仓 然后当年又是低的 然后我就把它平掉 我就把它平掉 那么这两条出场一和出场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平仓 跟我刚才PPT上讲的这两个平仓的条件是一样 就吃长一吃长 好 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多单的开仓和平仓全部都完成了 再接下来是空单的开仓和平仓 完全就反一反 我详细说了 好 我们知道这 那么在接下来这两条 你觉得实际上就是要判断说 它的一二有没有达到 我的浮盈有没有达到一二 像这句 就标志多单最大运力超过一二 一旦它已经超过了 我就把这个全局变了 就负责为一了 好 那么就知道说这一单开仓以后 它的运力最大幅已经曾经达到了一二 一旦满足了这个条件 那我们的止损位就往上移一个位置 移到开仓的价格 好 再接下来这个就是画出一二的位置 这个就是一个画图 很简单 为了再推进它直观一点 就是画出一二的位置 后面就是调试验的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两个策略已经解释了一遍 那我们到图形上来看看 到底是怎么一个表现 好 在这边画出来MACD 它写入了MACD的数据库 然后在这边去读出了MACD的数值 那我这里写了另外一个指标 画图指标 然后实际上就是去读出了这个MACD的数值 然后在这把它画出来 好 把它在这画出来 那么我们就看看实际的效果是怎么样 在这个位置开仓 满足了我们前面的开仓条件以后 它就开仓 开仓了以后 这个行情继续往上走 然后就产生了浮营 在这个位置这条黄线就是我们的E2位置 就是我们的E2位置 那么它的浮营超过了E2以后 在这个位置它就是说 告诉我们的策略说 我已经超过E2了 然后策略就会把它的止损位 原来在大概这个位置的止损位 会把它上移到开仓架的位置 止损位决定到这儿 然后它的行情就往下 很不轻的 就碰到了我们的开仓位 它就平仓了 这一手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的 甚至可能加上交易成本的话 实际上还是稍稍有点亏损 这一笔就被平掉 那么在这个时候 同时它又满足了开空的一个条件 那么它在这儿平掉以后 它就开空了 在这里就开了两手空 然后两手空是什么呢 这条黄线就是它的一个E2的位置 那么很幸运的就过了E2位置以后 它继续往下走 没有再回到它的开仓位 所以它不会被止损 它过了E2以后 稍稍反弄了一下 继续往下走 所以这一单呢 这个就是BU 历清 现在呢一直是空单 一直是空单拿着 到目前为止 没动 一直是空单拿着 这个实际上就是 非常非常直观的 就是解释了刚才我们讲的两个策略 它的实现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在这儿当中就一直等 一直等 看待后面的黄情 就会往哪个方向变化 好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儿 在这个程度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